每天做五题英语没问题 来看第一题 There are lots of books in my room 我房间里有许多书 这里缺少了一个动词 有 黄同学一看到有就会选择 have 这是不对的 have呢怎么样是某人拥有 这里要考察的是怎么样 There必具形 There必具形某处有某物 必动词呢跟后面的名词有关 名词呢加了s 所以呢我们用ard There are lots of books in my room 选择B 第二题 There is no life on the moon 月球上没有生命 前面应该用哪一个冠词呢 答案应该是什么呀 选择的是A 因为独一无二的事物呢 我们用the There is no life on the moon 第三题 Is there a picture of the wall 墙上有幅画吗 这个墙的前面应该用哪一个戒词呢 答案应该选择的是on 为什么呢 因为贴在墙上或者挂在墙上的跟墙有表面接触的 我们用on 如果是在墙里面挖个洞的 我们就要怎么样 用in 比如我们的门窗对吧 门或者是窗 就用in 好第四题 You better go there 你最好去那里还是不要去那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应该选什么呢 应该选的答案是A 为什么要选A呢 因为head better是最好做某事 它后面如果变否定的话 直接在后面加个not 然后再加动词原型就可以了 C不选因为要加动词原型 You better not go there 你最好不要去那里 第五题 Would you like a try 这里要考察的是什么内容呢 可能谁看到A like 会选择having加动词ing No 这里的like呢 是a like的一个用法 a like呢 是怎么样 a like to do something 相当于want to do something 想要做某事 所以答案选择的是B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try 你想试一下吗 你们都做对了吗 点赞观众爸爸老师 英语一起办